中共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长征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任务 但火箭经过台湾的上空 国防部侦测之后周密掌握相关的动态保持高度警戒 今天晚上7点23分 国防部侦获中共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执行长征运载火箭搭载卫星的发射任务 这枚火箭的飞行路径经过台湾上空 高度位于大气层外 国军在过程当中保持高度警戒 并且周密的掌握相关动态 采取运营作为确保空防安全 虽然高度在大气层之外 不过火箭穿越台湾上空也引发国防部的关注 这也是中国大陆连续两个月发射长征火箭 飞越台湾周边的空域 不过对台湾目前没有危害